好,现在我叫Jason,欢迎大家来到观看我的频道,家庭美食海外吧,我刚才,我是没做过,也没经验,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,我叫Jason,来自中国大陆,我现在在墨西哥州, 这是墨西哥州下面的一个插口,一个振的,算是,我现在给大家,怎么教大家讲这个,火饺子,包饺子皮的面,这是我在沃尔玛买的这个普通面粉,这一袋是一公斤, 我们也不要,最后一公斤和面,一公斤面粉全部倒到这个容器里面,好,和面粉之前倒到容器里面呢,我们包饺子的皮啊,做饺子包饺子皮这个面,就是我们要放一点食盐, 大概一公斤面粉,大概一公斤面粉,也就是放个两三克吧,一点食盐,食盐的作用就是让它比较劲道一点,不至于在煮饺子的时候会黏在一起, 有的是在水里面放点盐,也可以,但是你汤里面放盐,那个煮饺子的原汤就不能吃了,很咸,对不对,我们北方人,就讲究什么,原汤化原食,就是讲的这个饺子呀,汤,原宵啊,对不对, 放,大概我就这样放,就是两克,一克半两克都可以,我们有圈线的撑过,好,就再夹一夹,好,加水,这个水呢,就这样,大概这么多水呢,大概就是五百,有五百毫升,但是加不了那么多,我先加两百毫升, 我能感觉出来,因为经常做,我能感觉出来学量,好,就这样搅,加着搅着,啊,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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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主要是要搅到这个面里,不要把面溅出来,要把这个锅,用器的边底要擦一下,好,先加了这么多,好, 我是给大家演示,这一种加水,我加了就慢一点,我要自己做,我就掌握得很确切,一下就加过,然后再加,好, 不要搅,不要搅,慢慢的搅,不要搅,搅到外面,一直浪费,二是也脏,比外面弄得差了, 火饺子面的时候一定要火了,不能太软,也不能硬,这样一擀起来,包起来的时候就很好。 太硬了吧,街上卖的那种,像我们在墨城买的那种饺子皮,那都不能吃。 但是也不能说,我说不能吃,有点夸张的,其实没有我们包出来的,自己和面包出来的那种,看着啊,那才是,它那是完全鸡蛋压的那种皮。 包的时候还要蘸水,才能粘在一起,不然就开掉了。 你煮的时候,它的皮又收缩。 那可能就是,我们大陆南方人,就是,应该是哪? 上海,浙江,广东那边的人,做那种虾脚什么,那种皮,很薄,半透明。 说透明也不算透明,煮了以后,能看到里面的馅儿。 嗯,看,这样,看着没,这个还要加点,就全家里面。 我们在墨西哥,这种和面的这种水啊,还有煮饺子的水啊,都是用的这种纯净水。 我们工厂有制水的那个,我没有用,我都是,那个给工人喝了,有时候它制水量不够,工人还不够喝了,所以说我们都尽量,就是说自己去买一点。 好,大概就是这样的样子,还会差一点,等到活的时候再看。 我来洗手,把手洗干净。 好,擦干净。 好,擦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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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把筷子移一下,放到里面,开始下手和。 好,面就这样。 先摸,给它上面点摸,它下面还有能够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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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捏出来了,它下面还有很松散的,还没在一起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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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将所有面粉粘到手上很麻烦,俩手不要搓,看着很不卫生,看着俩手搓的时候感觉很不卫生。 看这个也有,好吧,这就可以了,这就可以了,好,不要强了。 我们先给上面的软的捏在一起,下面就有那一种还没捏的,黏在一起,慢慢往往往摁,这样摁。 好,这下面这一种炒头,这一摸,都摸在一起,就摆在一起。 我这个台子有点高,大家不是要看,看清看不清。 我那个拍视频,我就用一只手机,我也不像人家很专业的一个有这个视频设备。 好,这还有一点,拿手淋,就这样。好,这就基本上没问题了,能听到声音了。 这是一个绵面的声音。 活了以后,这个面,活了以后,一定要叫它醒。 我们北方人,我们北方人叫醒,其实就是叫它静止一下,让它缓视一下。 这个面板里面的那些筋,它就慢慢地,在盐的作用下,它就会很坚实,也很劲,有人说的劲道。 这个面板,和面板里面,要求一个三光。 叫面光,活了以后面皮光。 盆光,就是盆里面也要光。 然后,然后,最后是手光。 这是三光。 不是这么一字,那一种三光。 那就是面光。 活出来以后,这个面表面的皮要光。 盆要光,就是不要粘。 然后,手要光。 然后,手上没有粘的面。 醒的时候,这个面还会再软一点。 铃铛。 一定要,容易进到这个面。 抬着很高,所以活得很费劲。 稍微低一点,低到这个面。 关锋盖上锅盖有很多机器 大概也就是等个十分钟左右来看一下 好,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如果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你想在家里做什么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转发 打开小铃铛 好,谢谢,拜拜 谢谢